这回合之下 就获得了如此多的全比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今天这场比赛是轻装上阵 有认错的压力 现在张开业要开始发力了 关键的第三回合 在这么想起来对张开业来说 也非常的不利 今天的张开业的身体状况 完全没有调整到最佳 但对中秀的运动员来说 在比赛当中 就要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黑方抓包围绳 被欠搞了 高远的高边腿 我们说张开业的高边腿 去杀伤力 但今天穆田 还没有太好的机会 看到他出道一个 比赛准确的高边腿 我们看 杭宝毅这一段打得很积极 漂亮张开业的一级重拳 现在张开业过度的这种单招进攻 在比赛当中一定要加强这种连续的进攻 得分能力非常强 在这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 韩宝毅继续坚持着他此前的这种打法 而张开业这一边 一直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整 在比赛的这一回合的后半段 一直抓住了第四机会 得到了五场分数 关键的第五回合现在开始了 张开业绝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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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一个接腿钻 这次只有抓得很好 这场比赛会成为韩宝毅的经典之战吗 在场上能够战胜张开业 这在中国武术散打界 也没有几个人敢夸下这样的海口 现在的这场比赛 保育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双方一年目前是一个僵制状态 互相都不得分 总的来说张开业的得分能力要强于这个谭宝毅 所以在这个阶段谭宝毅应该抓紧得分 连续进攻 这样一点点相吃下去 那么张开业的得分能力很强 刚才几次机会抓得很好 现在呢 谭宝毅就是单招进攻之后 马上的搂抱 两双方五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了 这次接腿的摔法非常精彩 在场上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而他面对的又是张开印这样的名将 确实呢 今天的比赛 谭宝毅的发挥确实非常的出色 比较积极主动 现在分数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比赛结果 在这一场大家关注的超级大战当中 最终的胜利者是谁呢 一号裁判 红方五 黑方四 二号裁判 红方七 黑方五 三号裁判 红方七 黑方四 获胜者是 红方 来 掌声欢呼声 一起给